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经济 近日香港不少一手楼盘和二手楼盘出现减价潮 4月27日,记者专访了香港房地产专家 忌讳集团行政总裁汤文亮 他认为过去一年香港楼价下跌 是因为受到黑豹和疫情双重打击 尤其是受到示威游行的影响 许多业主看淡香港的经济前景 以稍低价格卖房 他也预计2020年香港住宅楼价最多跌5% 汤文亮观察多家楼价指数发现 楼价近月回调的幅度并不算多 以中原地产城市领先指数计算 由2020年初至今 香港楼价仅跌了0.8% 即使从2019年6月的楼价高峰计算 也只跌了8.6% 与非典期间楼价暴跌7成的情景相比 有很大差距 汤文亮认为 2003年的非典前期 因为香港业主在炒房 囤积居齐 手持四五套物业 所以一旦发生非典疫情 楼价迅速腰斩 而17年后的今天 买楼的大多都是刚性需要 自租为主 再加上特区政府控制租的疫情 对经济采取调控政策 楼价不会大幅度下跌 我都想不到疫情 是对地产市道影响这么小 我都估计现在已经跌了5-10% 但现在都好像没有 我估计就去到下半年 新楼开始定的多了 楼价就会回少少 整年我想都是5%左右 汤文亮称 目前特区政府调控楼市 不会快速上涨的蜡招 仍然在维持 对于首次置业 而且自用的人士 是很好的买房机会 汤文亮坦言 内地购房者也是香港楼市中 一股重要的支撑力量 他认为香港也应该 更加开放和包容 引进更多内地人才来港 会有更多的人在港安居乐业 汤文亮表示 未来随着香港与内地的交流 越来越紧密 香港也受益于越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他相信香港楼市发展前景会很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